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跟普丁两个人见面了 就在刚刚 地点呢是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的官邸 圣彼得堡的康斯坦丁公 他来跟王毅见面了 从刚刚最新画面中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两个人一见面握手寒暄一起合影拍照 然后直接坐下来谈了 还有一点等会看画面 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王毅跟普丁两个人是进行一对一 面对面坐下来谈 身旁只坐着一名翻译 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可见两个人对彼此信任度是非常的高 同时外界也在猜测了 目前他们两个要谈的内容 手中应该就是要谈普丁十月 要防北京见习近平 就是所谓的习普会的细节了 好这个最新画面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又出现关门危机了 政府要关门了 主要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本周美国的国债呢 昨天我们有提到总额已经超过了33兆美元 这个数字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同时美国两党目前在预算问题上 再次争斗不休 如果双方没有共识的话 如果不能够在9月30号之前 通过所谓的拨款法案的话 美国联邦政府恐怕在10月1号 再次停摆了 政府要关门了 那根据路透社报道呢 政府关门影响到谁 恐怕会影响到对台的军售案了 另外一个最新 中日关系 日方释出善意了吗 主要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 他到了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嘛 岸田文雄在整场的这个发表演说当中 他是只字未提核污染水的议题 他只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好那么呢 对此呢 这个日本的共同社 他们最新报道了 根据日本政府内部的消息人士表示了 岸田文雄只字未提核污染水等等议题 主要是岸田文雄呢 希望能够让中国大陆撤销 对日本水产的进口禁令 因此呢 选择不要过度的刺激中国大陆 好这是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最新报导 同样提供给您